所以北京大学文校使馆 开会我在 他说 他给我写好一稿子 北大师讲真话的地儿 我就不照着念了 我要记性说 我就站他边上那天 然后那个 接见北大老炮 金献林是第一个握手的 我有照片 这个还是看 你准备是喷五四那个的 这就是京师大学堂 1898年 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就是大学堂里边 什么什么都 什么都有 你思想自由 翻译写个蔡元培的字 你说是吧 那你是吧 但是大家知道是知道 但是北大人知道 并不等于外头人知道 对 是吧 其实应该写个蔡元培的字 蔡元培 而且他这也挺奇怪 你看弄了三个 是什么意思 不同的人写的 不知道 但都不写作者 对 这思想人人都有 是吧 只不过被伟人给写出来了 一般人都不知道 1898 1912 1913年改名就叫北京大学了 所以我爷爷上学时候叫京师大学堂 毕业的时候改名叫北京大学文学士了 入学的时候叫京师大学堂文科中国文学门 是吧 嗯 那那时候 那个校长应该是严妇 搞了 搞原始明始的 后来他是主修青史稿 是吧 所以那个他把我爷爷他们俩几个人都搁到那个书里边了 一直到文革 那个他的女儿叫柯昌乙 昌就是那个昌平那昌 以三点水 一个犬子牌 一个旗 据说学文特深 但是沦为捡破烂了 嗯 然后那个 每天冬天捡大白菜帮子 什么拿一铁钩子 那么活着 每年就是发工资的时候 我爷爷就让我跑到小黑虎 下一个就给你 给他两块钱 让他买半磅牛奶 那时候叫半磅 长腹任期很短 他三个月 啊 啊 对 就那会儿官不能当那么长 来就是这个 他有什么情况 柯昌文 真的很短 三个月 是不是这么念 我都不会念 我只知道北大校长里边只有这么一个姓柯的 就是柯昌乙他爸 那美人状啊 呃 他特别只喜欢蔡元培 嗯 断职证 呃 这范元培 呃 是原来 蔡元培的副手啊 啊 第一任 蔡元培是中国 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他是次长 后来他走了 反员连升 升任 总长 我爷爷给张耀增 当时司法总长当秘书 嗯 出入国会 得以结识他 嗯 就请他代为引荐 啊 所以当秘书很重要啊 反员连 那这儿我爷二十多岁 沈金如四十多岁 年轻 是吧 对 所以能知道 而且我爷还什么 掌握着密电码 跟周恩来 跟周恩来似的 是吧 通共产国际 只有我这一个电台 怎样这个替我发报的黄火青 掌握密电码的邓颖超 是吧 除了咱们家没人知道 对 这就是 是杨昌记 嗯 所以 再上是杨士 张士钊 所以敢跟 张士钊 张士钊 还冒着你老赵 你前面了 张士钊是介绍杨昌记 李大钊到北大来的人 他们是湖南老乡 你知道吗 要不他不进来 共产党主义来不了 北大 是吗 你要这么联想呢 嗯 哎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 人老就说 黄小郎跟梁树铭什么 半事半有 后来我说你看看那张照片 啊 黄小郎后面站着呢 梁树铭这坐着呢 对吧 你爷跟你长得都不像啊 你是 我生长来 社会主义 他敢来 对 按以前讲的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你看你爷爷 你看看 凛然正气 黄小兰在哪呢 黄小兰站着啊 站着啊 站着比较靠中间 但也是站着 对啊 对吧 北京大学哲学门 啊 啊 这就毕业那年的照片 啊 民国七年 啊 你知道 1918啊 你知道吧 这是陈独秀 那时候一声炮响 响了还没传进来呢 啊 还没有 嗯 还没 还没响呢 10月 这是6月 对 还没 还没响 对 11月25才响 10月7号 对啊 额历10月25 还没响 这是陈独秀 这是蔡元培 这是马旭伦 嗯 他们这都很全啊 写的 包括陈岸章 你知道吗 这还有个故事 你知道吗 当时 那个 他这个班长 就这个孙本文 把这张照片拍好了 拿给陈独秀看 陈独秀看 说 哎呀 说这张照片照得很好啊 只是梁先生的脚啊 伸的长了一些 啊 就说 说你爷爷他们腿 啊 劈腿了啊 然后 孙本文跟他说啊 那哪是梁先生的脚 是先生的脚 伸到梁先生前面去了 是 哎 但是这张照片 很体验性格 那是陈独秀的脚啊 陈独秀比较 那个豪放啊 我也比较内敛 你知道吗 这就是这么一个 小故事 嗯 陈独秀的脚 伸到梁树明的 裤裆下边去了 哈哈 没有啊 那么固张 钱 然后那个 身前 毛的评论 但是毛五四在干什么 这个时间 正在游山玩水 真的 哪里比钱 何以为据 啊 那个 这毛的传里头 这外国人写的 你带着书来的 今天正好我一想 哎 我 因为 我 我底 有 有据啊 对吧 这是北战传统 对吧 这是外国人写的 但是肯定是得到咱们 批准了 啊 你也知道 在中南海里有一个毛板 对吧 所有这个有毛的这个出版物 都底那儿啊 签字画压 你才能出来 这都讲了 毛在那儿游山玩法 对吧 那天那个 好多人批判你 我紧着 把好多对你 十分不该说的 不公的话 我都给删了 没事 让他们骂 没关系 不是 但在 上你们家骂你 我可以不管 上我们家骂你 不合适 是吧 你看 看 而且他去什么 拜访的恐 去 恐怖 啊 就和那个 达到孔家店不一样 不是 他去了解了 了解 对吧 别人再达到 你看他这都写了吗 富斯年 就是当天游行 当晚 就因为发生了 火烧照压楼 这个事件 愤而辞职 这个暴力行为 他是不认可的 当天晚上愤而辞职 对吧 然后那个 季献林来北大 就是当年 他不是到德国吗 德国他不是官费生 是自费生 所以用的他叔叔的钱 他不是官费生 因为那官费 跟款什么 都是理工农医 都是学科学的 他到那之后呢 他在那待着 待着说 总得学点东西 先想学拉丁文 希腊文 后来说不太好学 后来就记得上学 听过一回讲座 就陈英克的那个 繁文图火罗文 正好那当地有这么一个 他就开始学的这个 学完了以后 他就年轻时候 清华毕业之后找工作 想去邮局 想去铁路 挣钱多的 没去城 他总结原因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 穷人家孩子数学差 就是那数理逻辑差 数学差 第二没路子 没拖人 所以这时候 他就马上去拖人 就冒昧给陈英克 写了封信 一般那个先生 北大先生 只要一听北大 不认识了 马上就上当受骗 反正我就是那样 然后他就 他就给他写了封信 就给 就给胡思年 给胡师胡思年 说有懂学 在德国 学图火罗文 繁文巴黎文的来了 所以就给他胡思年 所以季献林回国之后 没来北京 在上海跟南京 待了将近一年时间 一直到这件事搞定 才来北大 唯一的一个劣势 预科的 预科后来就都在寺院 寺院就是现在新华社 叫北大寺院 我看所有人写书 都说北大一院二院三院 没人提寺院 寺院是新华社 这是当时的报道 与当时的事实不符 因为曹宅 所有的卫兵 连手都没动 根本没有动手 没有殴打 那就是当时记者 就有不说真话的 是学生谎报 他被殴致死 为什么谎报 他被殴致死 就因为张宗祥 打得半死 不知死活 他妈怕承担责任 对 他推了 你们也打我 你们打我了 把我们这也打了 但他实际上是什么 得病吐血 劳累过去 那你这哪 从哪知道的呢 团中央网站 社科院的网站 已经都盯正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 我们应该听党的 对 对吧 党中央说的肯定对 对吧 已经盯正了 而且 曹若林给卖过贼 给这三个帽子 不该有 你凭什么 说他是没过贼 出过一本叫 曹若林一生之回忆 后来大百个全球出版社的 出过一本书 我有这本书 之后5月18号 写了一封信 论学生事件 就指出 任何人 在没有得到法律 曹若林 曹张二人 没到法庭的审判之前 结果之前 不能加害于他 谁也不能打砸抢 是吧 对啊 超人家不行 把人家趁机位 把人家小花猫 给炖了 把人家固定税了 把人家 把人家宣德鲁拿走了 都不对 那是打砸抢 是吧 固定税了有吗 对 就是打了老尼过 砸了孔子牌位 抢走了宣德鲁 鲁迅说的这是 那不是 至少在超书林家 没有发生 但是 他们家打砸抢 发生了 而且烧了 点火之人 你知道是谁吗 谁 邝护生 我不知道 这个人后来跟毛 还有很深的交集 毛原来是 教小学的 你知道吗 后来他提拔他去教了 就那个师范 湖南第一师范 是提拔毛的 对 他提拔毛 叫邝护生 是北京什么高等师范 学校的学生 此人自幼会武功 翻墙进去的 他第一个开的门 带的火种 点的火 你知道吗 当时北大 我记得我小时候 后来这个赵家楼 你这是什么 是北京军区招待所 对 是吧 对 就在那林徽因 他们家协队门 房子当时都烧了 而且 不光烧了曹宅 这是当时的报道 档案都有 殃及周边民房十一间 也给人烧了 对 人招谁惹谁了 对吧 对吧 曹主林这卖国贼的 名号来自哪 就是所谓的21条 他是主要谈判内表 对吧 但是 袁世凯没有签订21条 这在我小学 你小学的时候 或中学的时候 学历史的时候 都说了 签订了21条 对 罪名之一 就是签订21条 现在他知道 从来没签订 没签订 签订的叫民四条约 因为那个条约名字特长 民国四年 对吧 袁世凯 他们家就是 把这个 袁世凯当时 逐一批注的21条 已经给了天津博物馆了 你看当时这个 北大校名都是两种字体 是吧 对 这是叫中顶吧 他这个讲了非命缠身 但是他这才写卫兵殴打 这是不实 这个现在真的已经 就连北大都下 连北大都下写 他们说是依据当时的新闻报道 但是新闻报道就是不实 新闻报道 学生他估计放出消息 因为张宗祥打的确实很厉害 那个同事医院都有记录 肋骨打了 脑震荡 什么的 你知道吗 学生怕贪事 怕贪事 而且当时是什么呀 打的他装死 才学生不打了 不然就死了 不然就闹宝 真给打死了 你知道吗 其实真正参加五四李大周 你知道吗 胡适和陈独秀都不在 陈独秀是什么 六月份还折腾 然后给逮进去了 你知道吗 回来折腾 对吧 在未来中国法治史上 绝对有他非常重要的地位 你知道吗 在1919年 在那个时间 一个26岁的北大青年讲师 站出来说 我们不会过法治的生活 就会被世界所淘汰 你知道吗 这是当时 而且当时那个 郎公武你知道吗 梁启超说中国三少年之一 郎公武 黄远生 张军迈 就张军迈知道 黄远生上次我给你讲了 被孙中山派人暗杀了 也是我爷的一个朋友 对吧 郎公武后来解放后当了最高检察长 就这么一个最高检察长先生 在那时候指责我爷 学生就应该打砸抢 对 那就是 张师傅 那比那张戴年长得精神 风流涕烫 是吧 对 张戴年长得好看多了 那女人又嗷嗷 可好 对 那个王守长 那挂的那个就张戴年我拍的 也不弄我署名 在院里散步的 对对对 掺掺的 就在农园 对吧 对 张神甫 他是最重要的中共创始人之一 真的 我个人认为 在陈独秀 李大钊之后 他为什么后来被党史慢慢给抹掉了 是因为他四大的时候跟陈独秀大吵一架 富气退党 他是谁 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 他弟弟跟我说过 我去过中华元带弟弟家 但那会儿我只有照片 没有这小摄像机呢 所以没有声音 对啊 那时候就是 陈文生当那个人事处长的时候 给我开名单 所以我去过这些老头家 对 这个可能没这张照片 其实有一张照片 那哪 李大钊 对 他是北大的 是吧 对 不是严谨大学的 不是严谨大学的 那北大就是把他所需要的 现在的北大把他需要的 不是这也搁这的 是吧 他不需要的 该搁这也不搁这 比如斯图雷登 对 1920年 北大地质学 沙摊啊 跟这没关 应该埋着沙套 就跟 埃德加斯莫 为什么要葬在燕园 人家是燕京的 燕京大学的老师 但我们就说 他是北京大学的老师了 可以说了 因为燕京大学已经被病入北京大学了 黄静 跟毛泽一之路了 哎呦 这是那个谁 蓝萍的前夫 那边不叫江青 后来吓疯了 吓死了 是吧 是那个 那谁吧 于 是 是吧 他故意写黄静 这有啊 于启威啊 也是咱们余主席吗 余主席 是吧 嗯 这又不能播 他们家跟大为有关系 余大为 是 是吧 那个 那个谁那你去过没有 樊建川那 樊建川没有 有机会去啊 真的挺好的 有19年 夏天 而且是暑假 之前呢 我爷爷就在那个 揪缘决议论理 嗯 指名道姓的 斥责熊先生 嗯 此土凡夫 雄生横 嗯 愚昧无知 啊 这个非常的严厉 不客气 嗯 但是呢 那没想到1919年夏天 我爷收到了一个明信片 嗯 说这个此文看过 骂我的话不错 嗯 熊师利来的 啊 说暑假我要来北京 那里他在南开中学教郭文 嗯 说可否一物 嗯 啊 我祖父就回回回答了 嗯 然后他们就相约在广纪寺 嗯 从此见面一见如故 嗯 成为终身的好朋友 后来他去熊师利去上海之前 住在阴殿条下边 那个叫大金丝胡同 住在那 所以他和后海的张忠行来往 就是那段时间来往的 张忠行住后海的鸭儿胡同 对 张忠行认他做老师吗 嗯 对吧 嗯 所以他给张忠行写了好多那个大类子 我说他那字 但他那字put 自成一体 不是 画画 你看 对对对对 你看 张忠行跟我看过那字 那字都拿 应该他庶名叫七元老人应该 对对对 油漆的漆 对对对 熊师利这人很有意思 你知道吧 学历比我爷还低 小学可能都没念 念完 念了三年级就不念了 而且放过牛当过兵 你知道吧 很有意思 研究为时学 他研究为时是我爷推荐他去了 南京支那内学院去的 因为一见面 我爷就说你这佛学根底不行 你得去学习 熊先生就介绍了我爷的意见 在我爷的陪同和推荐到了 南京支那内学院 在那他又认识谁 陈明叔 那时候叫支那什么 也没有侮辱之意吧 没有 南京支那内学院 那会中国人挺自信 不像现在好多词都一听就急 就蹦起来了 对 后来熊先生呢 认识那个陈明叔 陈明叔你听说过吗 你听说过 但是他 对武 就是北伐的贡献 实际上被 掩盖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 都是北伐名将叶挺 对吧 叶挺是他的团长 他是师长 不是他后来没那个 没革命 中流砥柱 后来没有中流砥柱 对 他只是其中一个团 那所有的 对吧 现在是崔健的心就变黑了 还是你把崔健的心给黑了 不是红到头来就是黑吗 回到了这个北大这个系统 但是很有意思在哪儿 熊先生并没有在西南联大工作 是到哪儿了 到我爷爷这儿 重庆金刚碑 我也给他成立一个缅人书院 就按照古人的传统授课 他那传统是 就是他坐在中间 学生四周围着他 他讲 但是工资是 西南联大的北大 发给他的 大洋是那边给的 他给梁寿明证交述 所以叫兼容并包吗 就这么回事 最最兼容并包就是 我爷跟熊先生 我爷 这个我小时候 这个青年的时候问过 我一说熊先生 我爷就摇头 因为大家都知道 梁寿明是 先接触佛教 后来接触儒家思想 先接触佛家 后接触儒家 所以他是一个 虔诚的佛教徒 你看熊先生是什么 你看后来给自己 起名实力 何为实力 何人有实力 佛祖 你知道吗 很狂妄 你知道吗 你看就这样的人 我爷都包容他 但是一提起他的东西 我爷就直摇头 他不妨碍俩人是好朋友 而且熊先生 每出一书 第一个给的就是我爷 这我爷在那个 缅人斋 那个读书录上 都有记载 你知道吗 你能愿意站着就站着 我得坐着 我爷得陪着 也得站着 从头站到尾 你知道吗 这特累 熊先生呢就是 喜欢什么 一定要通顺 而且呢 一定要什么呀 这经常就最爱开窗户 你知道吗 一定要这个空气干净 像在这雾霾 他就不行了 受不了了 所以搬上海去了 搬上海 后来 后来 那个是政协委员嘛 那个 就 那这 有人就向 陈毅投诉 说跟那个熊师利 到北京开会 那个 他那包厢 老开着窗户 大冬天的 你知道吗 大家都受不了 但是他岁数又大 哎 又耐可不得 然后就很头疼 后来 后来 说是陈毅市长说 哎呀 熊师利有一个吗 有几个 就有一个吗 那就给他一个包厢 后来 军先生享受单独包厢 开着窗户 来北京了 大冬天 这点你不服不成 是吧 老老师改造 你知道吧 他也不提这件事了 提了 提了 冯克兰道 在他三层堂 他都记了 你知道吗 后来 那个 他 他女儿 宗普你知道吗 宗普就是 就跟护独子 护着他店 老师 那个说 就是意思 在那个环境中 没办法 没办法 你知道吗 就是 网上不是都传吗 就是我爷不是 他过九十岁生日 请我爷 我爷给拒绝了 你知道吗 然后 当时呢 我接了电话 你知道吗 我爷就回绝了 后来我爷觉得 海底要表明一下态度 给他写了封信 写了封信 非常的不客气 就是在我爷的这种 书信里 绝无仅有 没有抬头 明白吗 以前还叫 知生老同学 你知道吧 他也不是 他也没说是 知生 什么先生 那是学生 那就来吃生 我同学 都没有 没有款 直接就说 就 斥责他 就 当时我叔叔在 觉得这封信挺重要 就给抄录下来 你知道吧 就给抄录下来 就给抄录下来 现在发表在梁树名榜来书信 那个总普 肯定是不愿意拿着这封信 你知道吧 然后呢 不提这事吧 冯友兰又回信 又回信 就是 然后又给我爷寄了书 就三松堂自绪 你知道吧 就是 就那里 有点像他自传似的 然后他等于检讨了一下 你知道吧 后来我爷又给他去信 就不一样 不一样的 就意思呢 你来我这 还是 我来你这都可以 但是呢 就是 我要去你那 你得安排车 就说 你得来接我 后来这样呢 宗普是陪同 这个冯先生来 寒暄过后 主说的是冯宗普 我爷 白过一通 这个环境 这个那 我爷基本就没说话 就这样 对对对 对吧 这把红地上 对 然后他们穿一摄影背心 对 那这还有毛了 那这还有毛 那这还有毛 现在没了 今天状态还不错 对 就剩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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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哎呀 而且你一直这样 没咋变 对对对 经常能在做变 他认识是八 也是八 八九年前后吧 八九年前 八八年 八年对吧 对对 六四前 就是那个一块红布 对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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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催剑影 现在催剑都黑了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们搞的这个 主题教育活动 顺便参观一下 不学习了 那应该去梁家河啊 梁家河去过 那出大学问的地方 还能不去吗 哈哈哈哈 出大学问的地方 就 你们去吗 哎哎哎 都给我聊 你也没来过 这是去年 那个 一百二十年 行新 那叫 行新 对对对 你这现在比以前 就是 是吧 对 那九零年 那个 是吧 对 九零年谁有俩 你看看又算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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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